为了培养青年学子沟通能力与国际接轨 由外交部和教育部合伴选拔的外交小尖兵已进入第十四届 今年的队伍获得参访东南亚的机会 15名外交小尖兵在结束新加坡行程后抵达大马 驻大马代表张继平在著名地标吉隆坡塔设宴招待 小尖兵俯瞰吉隆坡事情了解其他国际都市的面貌 希望透过这样的交流一方面能够来拓展我们外交小尖兵的国际视野 尤其重要的是透过外交小尖兵跟我们马来西亚学生的青年学子相互的认识之后 为我们马来西亚跟中华民国台湾的关系 尤其是年轻世代的关系能够做进一步的加强 小尖兵在大马停留五天四夜 除了与当地学校交流外 也会造访在地媒体并参观世界文化遗产 开拓视野与知识 我觉得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跟当地的学生能做一个进步的交流 让两边具有领导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能够更认识彼此 透过这个交流能够更协缩更精进 然后马来西亚是一个发展力非常强的国家 所以我很希望来这边来看看马来西亚 到底是为什么可以就是发展得这么好 小尖兵下一站将造访泰国 外交部表示 金加坡大马及泰国与台湾在政治经贸文化上 关系非常密切 也是东南亚国家协会和RCEP的重要成员国 参访对学生拓展国际视野有莫大帮助